好,抱歉 先把場子弄得有點沉 我們請倒聲分享一下 之前來台東旅行的一些故事好不好 直接Cue我 好,其實我們say好了 沒有,其實沒有say好 say那個頭啦 不好意思 雖然很謝謝各位 大家今天晚上能夠一起來參與我們台東之旅 然後我們很期待 尤其是我,就是我非常喜歡台東 大概從前年開始 呃 就開始會蠻固定的來到台東 就是我一有空一有假期 我就會想離開台北 來到台東 因為我覺得在這邊我可以 我找到我裡面一個很平靜的地方 所以各位你們在一個很幸福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 每個人應該都要享受在這個地方的一個生活步調也好 或者是你們對事情的看法 然後 這我想祝大家就是 要有夢想 尤其 小朋友 今年幾歲 15喔 怎麼還長那樣子 沒有開玩笑 12喔 12歲喔 你的夢想 你幾歲 11 你的夢想是什麼 你不知道你的夢想 沒關係慢慢來 慢慢來 你的夢想是什麼 牧師 護士 呃 大家可以給他鼓勵一下嗎 我們最後等一下會 鄭林會再稍微介紹一下這首歌 這也是我們這次群會的主題 然後就是走 他等一下會再介紹詳細的一些過程 那我覺得走這個 這次很特別 他感覺是一個沒有目標 但是你會一直在一直往前進 走是帶著一個期待 的一個心情 所以在這個世界 在這個社會 在這個 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已經不再講求夢想 我們不再講夢想 我們不再講你對生命的期待的時候 希望我們 今天的一點點小小的演出 能夠給各位一些 思考的空間 我覺得我們也沒有說真的很了解 說這個字還有我們的夢想到底是什麼 可是 就是我們願意花上代價在我們的旅途當中 然後我們期待更多的夥伴一起加入我們 這個世界會因為你的夢想而得到祝福 這個世界會因為你完成你的夢想 而改變 而更加的美好 我現在不是在講 不是在關槍 也不是在講客套話 雖然講得很像 可是我本來就是真的關槍的人 沒有你是很真情的人 不好笑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我是剪刀師 然後把時間交給正庭 好謝謝 好然後接下來是最後一首歌 也是我們這次巡迴的主題曲 然後這首歌叫做走 它是在寫旅行跟釋懷 然後我想跟台東的 台東 台東 就是我們現在做的這些聽眾朋友 分享一件事情 這首歌 是我在台東寫下來的 所以我聽著 看著海 然後我那時候在 聽著台東的蟲鳴鳥叫聲 然後就帶著吉他 很窮 那時候很窮 沒帶什麼錢 然後就這樣還刀 一圈 還蠻好玩的 就是 雖然 可能中間會遇到一些困難 就跟我之前也有出去日本 然後 後來 因為日本那邊 剛好 算了 跟日本無關 對 反正這首歌是在台東寫下來的 然後歌詞裡面提到說 讓迷路帶給我意外的收穫 離開才能夠更放膽的做夢 我覺得那個 就像是我 當初旅行的時候 在做的事情 我沒有規劃什麼行程 我就只是很 我就只是踏出去 我覺得走這個字 像道晨剛剛講的 就是的確 它涵蓋很多意義 不是只有單純的walk 或者是go 它是run 是流浪的意思 你沒有預設太多 你沒有目的 性 你沒有強求什麼 你就只是單純的往前走 你去單純的 去找尋 一個 你想要的心靈上的平靜 那我覺得 我覺得我還在努力尋找 不過 這首歌 它 應該也可以算是在勉勵自己 我相信也會勉勵到 你們 因為 成品出來 我們今天在 來台東的路上 我們在車上放這首歌的時候 然後剛好 車子在往前開 然後看著大海 然後看著 山 很漂亮的風景 我覺得這首歌真的是 很棒 是從心裡面 套出來的 它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故事 然後就 李安講過一句很棒的話 他就說 我們做藝術的是個 我們做藝術的人 是一個導體 然後 作品 只要 一被完成 它就是一個獨立的歌 它就是一個獨立的生命 然後這個 獨立的生命 就很有趣 你每次在 重新詮釋它的時候 你也會對到很多不一樣 或者是你重新聆聽它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 我是怎麼寫出這首歌的 然後 我會很感謝這首歌 因為 就是 變成 一位好朋友 然後他也在照顧著你 也是一首很溫暖的歌和朋友 好 可以補充一下嗎 好啊 近期 這首歌 基本上我們已經算出版的 混音跟 後製的 mastering 已經算告一段落 我們再來會有一些 我們再來會推出 我們再來會推出 實體 線上的 EP 哦 對對對 不要 我不要這麼觀想 但是 我現在不是在推銷這個東西 而是因為 我當初 就是在兩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的 製作人 傳了這首歌的一個demo 也不是demo 今天快完成品給我 那時候我就在台灣 台東 我當然在台灣 當然 我就在那邊的麥當勞 然後我收到檔案 開始聽 就進入到一個世界 而且 就超級適合在台東聽的 這首歌是給你們的啦 就是這樣子啦 對 但我現在真的沒有在推銷 弟弟 我沒有在推銷對不對 他為什麼要傻傻的點頭 甩一支論 OK 那 很希望這首歌出來的時候 可以跟各位分享 然後 希望你們在當中 也 在這首歌裡面 也有感動到你們的地方 然後 我們 年底的時候 會發出實體的專輯 我們真的沒有要推銷 就是 沒有啦 我開玩笑的 一定要推銷的 沒有開玩笑 那我就說 這張專輯會也是 這個男生的 心路歷程 然後他讓我們參與他的 成為他的夥伴 然後我們在這一趟旅程當中 有很多 有趣的事情發生 然後 我相信這一張專輯會是 你可能跟你以往在台灣聽到很不一樣 我個人可以這樣講 我從事音樂一段時間 我非常期待這張專輯的 嗯 誕生 誕生 很感動人以外 也很好聽 因為有我的 bass 好 謝謝大家 好 然後這首歌叫做